第一个是热物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说 其他的卖星区需要医生评估 所以就有医疗量的问题 因为你卖星区 他常常也吃了很多种不同的药 那你这个药物跟药物的交互 都是需要医生去评估的 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 那医生有没有这么多的量 去做这些事情 例如说65岁的话那就是会很快 你就是65岁 然后你就确诊 让你并没有再去补用什么药 或是有什么药物的话 医生评论这样的人 经过筛选过以后 就比较少 所以就是做的比较可执行 因为在执行面上面 因为65岁是一个比较明确的评断 那你说有没有实验 这些事情 其实是连医生都很难判断 但是开放 但是如果说他真的是确诊了 医生评估以后他需要用药 可以用药 但是医生确诊这样 一下下就这样开放的话 会不会大家抢着要用药 那其实意思就是说 有些人其实不用药 也是会好 但是又用了药 那一时之内 如果药物没有办法 马上到位的时候 那是不是更有高风险的人 反而用不到药 所以说现在才会说 65岁以上先上病 那这个就是很明确可以执行的 药物的浪费 那现在就是说这个药够不够 那才能够讲是不是有浪费 因为这有些说是风险的评估嘛 就是说你如果不先给药的话 也许错过肺药的时机 那你这个人静言来讲 他也许就是 之后PCR是明显是因为 你药物也发挥作用 所以再一次裁剪的时候 PCR是没有可能的 所以这个很难讲就是说 以前的事一定是伪扬性嘛 那可是如果不给药的话 他有可能变成众生的风险 所以这整个治疗的过程 或是这个给药的过程 都是一种风险的评估啦 所以说你可能说 有一些人是这样 那少数的人也是这样子 那这样子的话 甚至应该怎么变这样 那通常还是以救人为主 所以说就是不希望能够错过 一些本来可以治疗的人 让他错过时间 然后他如果变成众生 那就不好 假设如果先给药了 让他的好的更快 有可能 所以这个真的是 很难说 是不是这样子白给了 那因为你本来 这只是一种 防风险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现在只有开床长者 对啊 比如说你这些都开放的话 应该是更安全嘛 就会降低重症跟行为 所以说这个药物多备一些 可能是需要啦 65岁以上 还有加上有些慢性病的人 的人口数 然后至少要有一半的量 这样子 就会比较安全 有一些模拟的算法 其实是要一百二十几万次 那如果说一百万次的话 那应该是会比较充足 就是高风险的这个病人啊 就算他是轻症或者是没有症状 那高风险的族群就可以开这个抗病毒的用药 那那这里面呢 其中一个就是65岁以上 就是一个算是一个风险 嗯 对 其他当然有的有糖尿病啊 那有的有一些心血管疾病 或者是肿瘤 还是免疫 有免疫手损的状况 或者抽烟 抽烟也是在算是一个高风险 也就是说你如果是病史上面 或者说你有抽烟 其实在我们评估来讲 这个就是一个 要给这些口服药的一个 一个风险评估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指标啦 指挥中心他们推估说 我们可能有15%的人口 会得到这个新冠嘛 可能这一波的疫情可能有15%嘛 所以我那时候推算 大概是300 好像是350万吧 那你300多万里面 那你看看65岁以上 他占的大概 大概比例有多少啊 对啊 那8% 那也是差不多 二十几万二三十万 是65岁以上吧 所以 所以如果是指挥中心这样评估 应该量 应该也在他们的掌控当中吧 因为 莫拉皮拉伟 他的这个 呃 我们认为他的这个 这个效果啦 那那些 那些 其实当然他还有一定的族群 可能需要用这个 莫拉皮拉伟啦 这些药物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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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jk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